我们下面来介绍群的一些简单的概念 比如说有些集合它的个数是有限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 对应于G它的元素就是从0到n-1 一共就只有n个 那么这样的一个群被称为是有限群 但是有些情况下 这个G的个数是无限的 比如说我们对应于在欧式空间中进行旋转 它旋转的角度的个数是无限的 我们称之为是无限群 对于有限群我们就可以记录它的阶数 我们定义有限群G的元素个数 就称为这个群的阶数 那么我们会发现 其实既然是群 它就有可能有子群 所以对于一个大的群G的话 它的若干元素如果拿出来 在它的运算下仍然构成一个群的话 我们就称它为是子群 这是一些很常见而显而易见的一些概念 但是有一个问题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刚才说到了群应该是满足结合率的 那么我们在学加法的时候 除了结合率还有什么呢 大家是不是想起来 还有一个叫做交换率的东西 也就是说A加B和B加A是相等的 但是在群中 我们并不要求所有的元素 对应的二元运算都满足交换率 只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下 它会满足交换率 而满足交换率的群 是一类特殊的群 我们称之为是交换群 因为它对应的任何元素 两个A和B 它们的二元运算 A运算B等于B运算A 这个群呢也被称为是阿贝尔群 而除了这些特性之外 我们会发现深入的分析群的一些性质 比如说对应于在群中 它能有多少个单位元呢 但一想在加法中就一个0啊 它就一个单位元 乘法中只有一个1是单位元 所以我们可以猜测 在群中单位元是唯一的 确实我们会发现 如果有两个单位元的话 那么两个单位元 它们进行运算 实际上最终还得到一个单位元 那自然它们是相等的呀 同时消去率是存在的 比如说H运算B等于A运算C 那么我两边都去运算A的逆的话 意味着B就等于C 因此消去率是成立的 而同时因为我们对应的单位元是唯一的 那每一个元素对应的逆元也是唯一的 而且通过逆元的运算呢 我们可以得到 比如说A B一直到C 它有这么多元素 它们的取逆 实际上应该等把它们顺序调过来 等于C的逆一直累成B的逆 A的逆 为什么呢 我们会发现实际上 我们用C逆逆B逆A逆乘以ABC 中间两两两两进行结合 最终就得到了单位元E 因此它们两个元素实际上构成了逆元关系 同时我们在研究有限群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有限群 它中间的任何一个元素 经过若干次的自己和自己运算 都会得到单位元 也就是对于有限群G来说 它有一个元素A的话 那我必然能找到一个正整数 小R使得A的R次方 在这里我们简便来说 实际上A的R次方相当于A运算R次 它的结果就等于单位元 而且A的逆等于什么 A的逆就等于A的R减E次方 为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想 因为对应于在G里面 它的元素个数一共有小G个 也就是它的结数是G 那我就可以来设A A平方一直到A的G次方 这里面呢 根据割潮原理 我们就知道 我们对应的这些G加1的元素里面 它必然会有两个是相同的 两个相同的话 我们发现 哎 哪两个相同呢 我们就可以假设 对应于L和M次方 它们是相同的 那这里我可以假设 对应于M小于L 它们在E到G加1之间 而同时 这时候我们利用消去率的话 就会发现 E实际上就应该等于A的L减M次方 那意味着 小R是不是就等于L减M 所以这个元素A只要经过若干次的自己和自己运算 就可以得到单位元 而对应 根据这个情况 我们自然也可以得到A的N就等于对应的R减1的A次运算 而同时我们会发现 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把对应的A元素 A的平方 一直到A的R次方拿出来 它就构成了在原来运算下面的一个子群 中文字幕 李宗盛